後來怎麼會抓到他劈腿 到最後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直接翻他的手機 發現有非常曖昧的簡訊 就是已經叫老公老婆這樣子 就說你要早點睡喔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他有第三者 其實基本上我是第三者我不知道 他跟那個人先交往 對…他是有女朋友的 然後他再來追我的這樣子 他有小鬍子嗎 所有小鬍子現在都在冒冷 那你看了之後 你有找他說 這怎麼回事嗎 我其實我就按兵不動 我就先 我就先把那個簡訊上面的 那個電話號碼抄下來 我就不問他什麼 我直接打電話到那個電話號碼 問他說請問你是誰 然後就 因為我想說應該也差不多 應該要攤牌的時候 我就問說對方請問你是誰這樣 那女的才說你是誰啊 沒有 他直接說 你為什麼要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沒關係我就想說 那就直接攤牌 他也問我說我是誰這樣 我就說OK 我是他台北的女朋友 因為他是在高雄有交一個這樣子 你們兩個談判 後來我是約那個女生 我們兩個 我跟那個女生互約 她來台北談判 我們剛剛有碰到了一位女生 她這個31歲這件事情 稍微引起了一下討論 請問 我31歲以前就結婚了 所以妳的意思說 31歲未婚還是有點 妳現在還沒老嗎 還是有點晚是不是 幫他講話 妳還嫌他老還不 對 現在單身的女生31歲 根本不算年齡大對不對 很多 非常多吧 我現在講當然不會 她都比我小10歲了 她當然算年輕 對 反正她長得不像31歲 立位臉有替妳講 所以妳看起來真的 妳還選立位臉 但有些男生也喜歡成熟的 因為比較年紀比較大 應該不建議吧 現在 對 所以妳不建議嘛 對不對 我不建議 多大的不建議 妳要講究 上下範圍到幾歲 可能差三四歲還好 三十 三十 謝謝 幸福星期六 希望大家相愛在周六 我跟吳淡如這次要為 所有的單身男女做一個服務 希望他們可以在這個節目裡面 互相找到看得順眼的 或者是情意相投的對象 康勇 雖然人家說現在社會很開放 對不對 一夜情也很多對不對 我不知道 一夜情很多怎麼樣 真的 網路交友也很盛行對不對 可是無疑的 旷男怨女還是一大堆 所以需要服務的機會是很多的 我們今天邀請了八位男生 跟八位女生 他們都是 他們自稱是單身的 真正的細節 我們還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希望能夠讓他們達到 相配的一個效果 我們今天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希望他們掌握機會 就是隨時他有重要的對象 他就可以按鈕下去 對 就可以帶出場 去後面的部屋 他按鈕下去之後 表示了他對對方的好感 如果對方也給予善意的回應 他們才能夠帶出場 不可以只有一方有一人 就帶出場 所以他們隨時可以看對眼 隨時可以就是中斷我們的流程 不再接受大家的拷問了 我們兩個就是要在一起 去這個玻璃屋裡面 但是玻璃屋裡面 萬一一言不合的話 還是可以出來 各自坐回位置上 再選新的對象 幸福星期六現場 邀請8的優質單身男女 進行速配聯誼 在節目錄影時間內 可選擇希望交往的對象按鈴 只要雙方都按鈴選擇對方 即可馬上速配成功喔 表面上速配成功的這一隊 如果進了玻璃屋之後出來 可能情況還有改變 他們就會再恢復到原來的座位去 再參加這個陸續的選拔 所以這些是我們這一次 為了適應快速度的這個交遊過程 為大家所設計出來的交遊方法 所以過程之中隨時都有驚喜 首先我們要來歡迎 這三位特別的來賓 我們今天三位來賓當中 戀愛經驗最豐富的是 我們歡迎第一位 戀愛達人黃子嬌先生 她來… 她哪有豐富 她很豐富啊 她哪有豐富 我知道也只有兩個 她就那麼幾次戀愛 就一直上報紙 但是我一個都三年四年的 對不對 算很長 以現在人交遊的狀況 對 對不對 算是很長 真的嗎 比老師不要再放另一手 對 佼佼今天要為我們供應 很多寶貴的意見 因為我們今天呢 男女雙方討論的一個題目 是她非常有經驗的 對 同居 那下一位也很有經驗吧 我們歡迎戀愛如小姐 大家好 我是服務業的 戀愛如 妳現在是單身吧 我現在是啊 那 可是我現在同居 跟誰 我兒子 好討厭喔 妳小孩喜歡跟你住嗎 她沒有選擇的餘地好不好 好 除了佼佼還有戀愛如之外 我們歡迎第三位來賓 她來得實在太搶眼了 所以等一下應該多把她遮住一點 我們歡迎麗威廉先生 今天麗威廉來真的會讓男方 深感到受威脅對不對 是 不過我覺得也應該開放一個機會 女生還沒出來對不對 你們也可以選麗威廉啊 所以麗威廉妳 妳今天來是要撿人家沒有撿去的人 就跟她選我 OK 她還用撿嗎 她直接打包就好了 妳可以看一下 到時候我們女生 如果有沒有速配成功的人 妳如果真的很感興趣 我們很願意也替妳服務 好… OK 好 但如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 今天的主角出場囉 每一位都很優秀喔 大家不是有事業 就是在百大企業 第一位是 張書公 34歲 資訊公司總經理 莫泰華技術學院畢業 喜歡衝浪 是一個不像現實低頭的人 擺一個衝浪王子的姿勢 我再讓你走 很帥耶 沒有架式的 我這邊很厲害 我這邊女生的1號是 唐玉淳 29歲 國際線的空腹員 大家都說她活潑熱情 是一個很喜歡幫助別人的 很開朗的女生 夏成恩26歲 通訓很負責人 是一個 可以為愛走天涯 貢獻付出的貼心男友 來 打一個你覺得最帥的姿勢 這個露掉…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女生這邊的2號 朱士瑜25歲 是服裝設計公司的業務 她是一個在交往當中 一定會好好付出的女生 3號 邱秉諺26歲 頭部相裡耶 欣賞下巴尖的女生 不喜歡不食人間煙火的女生 好 我這邊的3號是 我們歡迎李凱琳 李凱琳31歲 是金融界的從業人員 她是一個很溫柔體貼 善解人意的豬沛女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琳 熟女真命苦 凱琳 凱琳妳為什麼會願意讓大家知道 妳31歲 沒有打算隱瞞這件事嗎 對 有啊 我想隱瞞啊 OK 那妳覺得做一個熟女 日子過得怎麼樣啊 滿寂寞的 對 31歲跟21歲的時候 男生看妳的眼光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31歲 李老師妳配這什麼業 妳乾脆配青蛙獸好了 我覺得21歲的時候 我只要漂亮可愛就好 可是我31歲的時候 也是一樣漂亮可愛 但是可能有時候 有時候男生就覺得說 妳好像錢賺得太多啊 工作也不錯啊 看起來好像不像沒有男朋友的 反而是比較吃虧的 其實妳今天一定會找到 因為妳說出了一句重點 錢賺得太多 而且真的還是很漂亮啊 對 好 這是我們的凱琳 謝謝 四號的男生 盧嘉宏29歲 目前是音樂家 台灣大學畢業 她的興趣是喜歡做禮拜 阿門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女生這邊的四號 李子鳳 李子鳳 李子鳳24歲 是壽險行銷主任 她是一個非常愛賺錢的 現代女性 來 五號男生 尹號33歲 出版社的企劃 政大廣告系畢業 是一個積極規劃未來的年輕人 好 我要介紹我們女生這邊的五號 我們歡迎吳嘉芬 27歲是理財顧問 她喜歡旅行 吳嘉芬她在國外的時候 曾經裸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五號的嘉芬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 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跟我一起享受生活 分享生命的朋友 謝謝 好 嘉芬加油了 笑起來很可愛 來 李建勳32歲 大學人工職涯 專科醫師喜歡郊遊旅行 跟小孩子玩 女生這邊的六號 我們歡迎蔡佩晉 她是金融機構的經理 是一位事業有成的傑出女性 看女生大部分都是金融界 可是看起來都像文藝美少女 來 七號 蓮真柏 31歲 貌上美變独雜是一個心絲細膩 而且異性緣很好的優質男生 大家好 我是七號蓮真柏 如果你想要找一個 可以讓你天天都很開心的朋友的話 考慮一下我 七號 謝謝 蓮真柏在親友台身世滿浩大 好 那你做一個搞笑的表情 讓我們開心 來 一號很搞笑嗎 竟然會學我 這也太厲害了 有點瞎 謝謝 你做一次 算你厲害 好 我們要歡迎我們女生這邊的 七號是 黃玉鑫 28歲 食品研發 她是一個會讓你每天都想要 回到家裡面去吃飯的美食家 OK 好 歡迎這邊介紹 8號 林學淨 31歲 聽好 竹科電子新貴 曾經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大家好 我叫林學淨 8號 希望這次來林學淨 能夠選到我愛的人跟愛我的人 謝謝 接下來呢 我們女生這邊的 第八位也要出場了 她是 羅詩儀 28歲 在美商公司擔任採購工作 她是一個很愛禱告的女生 哈囉 我是詩儀 你可以叫我Angela 上帝啊 讓我今天遇到我的Mr.Right吧 加油囉 好 黃玉鑽 你看我們這邊 這八個女生 我已經都配好了 都臉好了 你自己都已經臉好了 差不多啦 你看那個想要找Mr.Right 就跟那邊有要找Mr.Right 那不是5號配8號已經OK了 那各位如我們剛剛有 碰到了一位女生 她的這個31歲這件事情 稍微引起了一下討論 請問 以妳看 我31歲以前就結婚了 所以妳的意思說 31歲未婚還是有點 妳現在還沒老嗎 還是有點晚是不是 幫她講話 妳還嫌她老還不 對喔 現在單身的女生31歲 根本不算年齡大對不對 很多 非常多吧 我現在假的當然不會 她都比我小10歲了 她當然算年輕啊 對 反正她長得不像31歲 莉惠蓮有替妳講 所以妳看起來真的 妳還選莉惠蓮 有些男生也喜歡成熟的 因為比較年紀比較大 應該不建議吧 現在 對 所以妳不建議嘛 對不對 我不建議 多大的不建議 妳要講清楚 上下範圍到幾歲 可能差3 4歲還好 我覺得 30 3或者4 所以莉惠蓮 你也嚇得了手 你真是太有人變獸性 現在很多看見是阿嬤很高興 因為 不是 我們現在要摘一張 阿嬤寫信來給莉惠蓮 因為人家跟30歲以上差距的人 所以31歲會不會太老 對你來說 沒有 我也差不多了 好 今天我們看到了幾位男女主角 她們有為自己的優點 發表了一些這個告白 可是還有人要插手 關我們的事情 就是有一位沒有接受到我們邀請的 女明星呢 她要求要以書面的方式表達她 對於男方當中某一位的推薦 我們現在請黃子焦先生告訴我們 是誰要做這件事情 何宇文 何宇文 何宇文來了一封信 她今天不方便來 因為她來的話私信就太重了 對不對 其實我也不知道她要推薦誰 看看她跟誰應該比較 她要推薦牙醫師 李正勳 6號嘛 妳教她是朋友喔 好 來 她說我都習慣叫她Sam 然後她是一個傑出牙醫師 認識她有兩年了 分手也已經一年半了 分手 你們兩個在一起半年過 所以她有寫什麼 人在台中 只要她上台北我們都會聚會 而且她不多話 不愛喝酒 不會亂把妹 總是靜靜的坐在那裡看大家玩樂 所以各位女主角 如果你希望找一位知心的好朋友 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一輩子 可以照顧你牙齒的人 講來講去她好像只有這個優點四的 牙醫師不照顧你牙齒 照顧你子宮嘛 奇怪 絕對是你最佳的選擇 何宇文上 妳不錯 人員很好耶 佳佳我有疑問 我覺得何宇文在幫到嘛 就是 為什麼 不會把妹的男生怎麼會認識何宇文 對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可以講嗎 你為什麼認識 基本上她是我的病人 她是你的病人 所以你都把病人不把妹 沒有 那你為什麼會跟她出去喝酒呢 之前在紐約 然後回台灣之後有透過 回來有跟她聯絡 然後她說要給你接風 所以李正勳你覺得那個 看了對方的牙齒 然後看過他嘴巴裡面很多 會發出惡臭的蛀牙之後 你還能跟那個人交往嗎 基本上可能很難 接吻的時候會想到那個 曾經很醜的蛀牙嗎 目前不會 請我們的八位女主角 一起對那個李正勳露齒而笑 讓她來看一下你們牙齒的狀況 好 1 2 3 來 露齒微笑喔 來 李正勳你看仔細一點 你要告訴我哪一位的牙齒最漂亮 來 OK 只遵選一個 5號笑起來最燦爛 他好大方喔 他馬上就點名5號耶 加分 你加分囉 我欣賞你正勳 我最怕那種男生會說 每一個都很好 對 都漂亮 所以牙齒真的會影響到你的選擇 是 你笑起來也很可愛啊 立威廉 你幹嘛調戲我的臉皮 主持人不要這樣有私心好不好 我們也是男的 好 我們的八位男生當中 有一位曾經跟某政要的小孩交往過 來 自己舉手承認吧 好 我們的叔公同學 你所交往的這一位 他的家長那個政要 現在依然在政壇嗎 是的 還在政壇 是 姓什麼 不方便說 負責會遇到他女兒 這是朋友介紹的 你是因為知道他爸爸是大官 就去拔他嗎 沒有…不敢 那是為什麼認識 是一個朋友介紹的 中間這段過程之中就是 就是他 他對我這邊 他也滿欣賞就是 他希望他自己能夠找到 他未來人生中的另外一半 而不是從家長 就是自己的父母親 就是希望說他能夠跟 未來跟醫生或是律師 他爸爸媽媽有這個意思 希望他找醫生或律師 是… 結果你就半路殺出來要搶人 後來對方家長對你的印象怎麼樣 對方從一開始到後來都 都不是很贊成 不贊成 對 後來你被甩掉了 後來還是因為家庭的因素 對 對方家長 對 所以現在沒有聯絡了 所以你才 因為你當不了律師 也當不了醫生 所以你只好開了資訊公司 對不對 是 當老闆不錯啊 那個營業額多少 一年台灣跟大陸兩邊加起來 大概有1000多萬左右 淨力多少 5000 那差不多 毛利差不多是在30%左右 好 毛利1500萬這個量出來 已經很嚇人了 讓我聊一下女生這邊的事情 我們這邊的唐玉淳小姐 唐玉淳妳擔任空服員是 哪一個倉等的空服員 我們沒有分倉等 沒有分倉等 就是每一次做倉長排的是不一樣 有可能在商務倉 有可能在經濟倉 可是佳佳聽說空服人員 都會爭取要做頭等倉的空服員 一定是的嘛 而且我也有朋友是專門喜歡 把空服員的 搞不好妳也碰過 有個留小鬍子的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要在門 他為什麼要當空服員殺手 那是一種迷思 就男人對某一種 某一種職業或制服這種迷思 那唐玉淳 到頭等艙去服務的時候 真的會把握機會 就一直對那些乘客放電嗎 如果有帥的話 才會把握機會放電 如果都是老頭子的話 那就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老頭子也有兒子啊 好現實喔 而且老頭子也有可能人生有限 所以也可以處理一下 妳有被搭飛機的乘客 曾經希望能夠留電話這類嗎 這是難免的 難免這樣 有沒有跟他們約會過 你問我還是問其他人 如果要是我的話 請問兩萬公的空姐我管他 其他人在哪裡啊 我能說我朋友有嗎 妳啊 有沒有… 她有 我曾經有一次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就不了了之 為什麼 因為感覺就不對啊 哪裡不對 因為第一天她就想要 因為妳出去吃晚飯 妳覺得她是健身的嗎 我覺得就是她感覺起來 她好像可能也只是想要玩玩而已 在異國是不是 在國外 不是 在台灣 回到台灣 她有留小鬍子嗎 我現在很擔心是我朋友 我就對不起妳 我跟你講 唐玉淳真的曾經有過悲慘的遭遇 妳有過那個面臨劈腿這件事情 對啊 那多久以前 在三四年前的時候 大概四五年前吧 所以三四年前 對 然後是怎麼發現的 就是怎麼講 一剛開始就覺得 一剛開始就覺得她怪怪的 可是覺得OK 可能我想太多 她哪裡怪怪 因為後來她可能說謊越說越大 然後後來 說什麼謊 就是比如說好我 比如說我回到家之後 我打電話給她 可是我發現她電話中 然後後來 我在打電話給她的手機的時候 她就說她剛剛在洗澡沒有接到 就隔天我在打電話 在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就說那時候她講電… 她是跟我講完電話之後 她才洗澡的 比如說像類似這種小東西 對 很多藉口 小藉口這樣子 後來怎麼會抓到她劈腿 到最後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直接翻她的手機 發現有非常曖昧的簡訊 就是已經叫老公老婆這樣子 就說妳要早點睡喔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還有第三者 其實基本上是我是第三者 我不知道 她跟那個人先交往 對…她是有女朋友的 然後她再來追我的這樣子 她有小鬍子嗎 所有小鬍子 現在都在冒冷 那妳看了之後 妳有找她說這怎麼回事嗎 我其實我就按兵不動 我就先 我就先把那個簡訊上面的 那個電話號碼抄下來 我就不問她什麼 我直接打電話 把那個電話號碼 問她說請問妳是誰 然後就 因為我想說應該也差不多 應該要攤牌的時候 我就問說對方請問妳是誰這樣 那女的才說妳是誰啊 沒有 她直接說 妳為什麼要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沒關係我就想說 那就直接攤牌 她也問我說我是誰這樣 我就說OK 我是她台北的女朋友 因為她是在高雄有交一個這樣子 妳們兩個談判 後來我是約那個女生 我們兩個 我跟那個女生互約 她來台北談判 來台北 不是 也不是談判 就是說… 溝通一下 溝通一下 把這個話講清楚 我也想了解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被這個男的耍了 妳其實就算了 妳也沒有去撂狠話什麼的 對 因為其實到之後 就大家搞得還滿難看 因為那個男的就 就在她的女朋友面前說 是我主動 是我先主動 然後還說我怎麼 情緒方面有問題之類的這樣 男生都這樣 萬一她那個謊已經圓不住的時候 她就說其實是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主動勾引我啊 妳不要看她是一個空姐 她勾引我啊 可是男生很 立威廉 男生是不是很容易認為 女生情緒 常常出乎我們的預料之外 沒有啦 這是個人的問題 這不是男生女生的 OK 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也被劈過腿嘛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啊 你上次失戀是怎麼回事 失戀是一般都是遠距離的問題 對 遠距離的 OK 所以後來就算 你再也不談遠距戀愛了嗎 就這樣 我先事業了 事業比較重要了 我覺得 好 如果要講遠距離戀愛的話 你們男生那邊是有專家的喔 對 來 遠距戀愛過的舉手我看看 就正式2號 那個時候是在網路上認識的 對 平常就沒有什麼很多的時間 陪女朋友 所以我想 交往幾年 三年 三年 然後見過幾次面 他一年大概回來兩三次 對 所以三年大概見六次到九次左右 大概十天吧 到二十天 不到十次 然後每次可以相聚多久 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 那見面的時候都做什麼呢 見面的時候 應該就在談哲學吧 所以三年當中一共相聚了 不到十次 可是每一次都有把握機會 好好的相處 對 那為什麼他會斷掉呢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離開的時候 我就有那種預感 就是我面臨到人生另外一個挑戰 可能會更忙碌 那他是那種 即使是遠距離 他還是很依賴的 那就是可能每天一定要通個電話 然後MSN一定要可能半個小時 所以你覺得交嫁女朋友太麻煩了 你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理他照顧他 每天如果都是這樣子的話 然後話題都圍繞在感情 那聽說你曾經為了女朋友 然後去替他的爸爸跑到大陸去 替他家賣命 是 那是另外一個 那是錢 賣什麼命 管理礦場 他父親是做礦場的 對 然後你去 開採那個花崗石 好 你為他爸爸賣命 就等於是想要當他家的女婿嘛 對 有人按鈕喔 就在節目錄影的半小時後 竟然有人按起了素佩玲 到底這位勇敢的人物是誰 而接下來攝影棚內 又會擦出什麼愛的火花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7號的男生 前面浮現了4這個號碼 你就是覺得這故事不好聽是嗎 對 你怎麼說話說話一半 你把它刺下去 才在開礦耶 人家真的在開礦 是你們兩個有在偷放店嗎 然後你一直在喵4號 有可能是偷放店我們都沒注意喔 在互動而已 好 憲先生 你按了4號就是 對面的那位4號李子豐對不對 是… OK 請告訴我按鈕的原因好嗎 是 因為第一印象還不錯 我們先考一下廉真博 所以剛才我們聊到的是 開什麼礦產啊 我一直在放店沒有在聽耶 我就知道了 誇剛言啦 那 你剛才有讓對面4號子豐 察覺你對他的好感嗎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沒有看到 所以按鈕就要讓他提醒一下 動作很快 對 好… 子豐 你要在這麼快的時間內 就選7號 其實可以啊 如果你們兩個覺得我們這邊現場 跟你們無關的話 你們就可以 這樣很屌耶 史上第一隊最快就輸配了 子豐要不要 可是這樣你可以 你可能會犧牲掉其他7位喔 你要再等一下 還是你問他個問題嘛 剛剛是累的啊 好 那我問你 就是如果說你跟一群朋友出去吃飯 然後大家都是好朋友 那你會幫女朋友撥蝦子嗎 怎麼樣 你有撥蝦子的困難嗎 好酷喔